為什麼三團要變 然後我穿的是那個 小帆領學紡襯衫 然後我現在穿的這件算是 這件是什麼 某綠色嗎 對 某綠色 我覺得這顏色很漂亮欸 然後我記得應該是去年還是前 去年嗎 就也有出過這個小帆領的學紡襯衫 然後是比較短一點大概七分袖 我自己有買這一件 就是我是買粉紫色的吧 那時候好像是七分袖的對不對 之前有看過 因為我有買那一件 我是前幾天有穿 對 我是有看到它 我想說領子四層槍 對小帆領 然後現在這個是長袖版的 我覺得長袖版的也很好看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個版型很漂亮 然後領子的部分就是很修飾 很修飾臉型 就是可以微露一點鎖骨 但是它又不會太誇張 然後它是不會曝光的那一種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的那個 這個雪紡的上衣 質料穿起來很舒服 對 然後長度的話就是 一般就是襯衫長度 就可以蓋屁股這樣 我自己覺得這件就是上班穿 不管是搭 嗯 我上次是搭裙子吧 我自己覺得搭裙子也很好看 然後或是你搭西裝褲的話也很好看 對 我會一直上身小孩 小孩可以嗎 然後褲子的話我是穿的格子的 格子的 格子的 就是這樣什麼我也不知道 格子的塊褲 英文格子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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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衣還沒有 對上衣還有別人的色 暗性色 暗性色 暗性色跟白色 可以看得出來不一樣 對 就有點性色 我自己喜歡魔綠色 我自己喜歡魔綠色 魔綠色很漂亮 暗性色 我覺得那個很知性的女生很漂亮 奶茶人可以帶也安心的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這個綠色很特別 就是 比較 外面比較看不到 而且綠色也蠻 就是蠻顯白的 對 然後其實也很好搭 我現在大的是灰色格紋的褲子 然後我覺得這樣搭起來其實也蠻好看 就比較冷色調一點 但是很美 英文西裝褲 英文西裝褲 那它是有兩個色 一個是咖啡色 一個是小白身上的黑色 黑色 那我覺得它的是比較好 有厚度的 厚度的西裝料 然後它的 它其實是有毛料 但它的材質是完全不會刺膚的 它其實是蠻柔軟的 很舒服 欸我終於有講過一樣話 終於一直朝台子重複 我就說這個是我拿來磨臉 都不會刺刺的那種 那種手感跟布料 然後很舒服這樣 它是比較有秋冬的感覺 秋冬感覺 然後它的格紋呢 那個圖案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它就是很像大格紋 然後裡面有小格紋 這邊有小格紋有沒有 然後它有這種紅色格紋的大格紋 而且還有空袋 然後它前面是有做兩個前壓折的設計 我覺得還蠻顯瘦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穿起來很舒服 長度的話我覺得也蠻剛好 嗯小白158穿起來也蠻剛好 對158穿起來大概就是腳踝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個上班 過腳踝 過腳踝 喔真的耶 過腳踝 就是上班穿也OK 然後我覺得休閒穿的話也可以 對 因為妳看喔 像剛剛針織衫 對 就是妳也可以搭這種毛衣針織衫 就是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如果妳今天上班就搭 學房襯衫 正式的襯衫 那妳下班了妳就搭比較輕鬆的感覺 對 我覺得都可以搭 因為我覺得格紋庫就是很百搭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買 如果你想要一般素一點的話 你可以買那個莫蘭迪褲 或是壓折學紡褲 就是他們就是沒有什麼花紋在上面 但如果你覺得學紡襯衫已經是很素的 你想要搭一點比較有花樣的下半身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種格紋的褲子 英文風的褲子 然後這個穿起來的話就是還蠻秋斗感的 我覺得穿起來很好看 然後搭起來也還不錯 然後上衣我自己真的是 上衣是我自己私心很愛 隨行窄衫牛仔褲 好喔 我自己真的覺得這個上衣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的那個領子的設計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小片這種翻領 因為我可能肩膀這邊比較窄一點吧 就是我如果穿那種領子太大的話 會顯得這邊看起來很怪 所以我自己喜歡穿這種小翻領的 設計的那個領子上衣 就覺得臉看起來會蠻兇勢的 對 然後這個顏色我自己覺得很好看 噔噔噔 他在那裡拍照啦